哈喽,大家好,我叫影铃君 今天录制的游戏呢,叫夜光 而这次夜光这个游戏啊,是讲究什么题材呢 是讲究一个美少女绑架一个学生仔的一个故事 而这个学生,学生仔呢,是一个 怎么说呢,富二代吧,可以这么说 富二代,但是一个富二代呢,也有他不寻常的人生 所以呢,这个游戏就什么原因让我想玩呢 你们可能不知道,我是一个黑丝袜控 好吧,丝袜控,尤其是黑丝 所以在你们看的封面,我的法国想舔的信心都有了 所以呢,我就想玩了 主要是想看看这里面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绝对是这个,不是因为什么啊 你们可不要想歪了 然后呢,这下来呢,我就开始 你们可以看到这里已经开始新游戏 哎呦,继续游戏了 从而商品当然有了 然后呢,我们现在开始游戏 这个游戏目前是一个试玩版本 然后呢,我先玩十分钟左右吧,大概 如果你们想看呢,再评论说一下 或者弹幕也行啊,是不是 你们发弹幕越多我越高兴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 哦,对了,先说一下哈 我只,我就配一下英子那些男主角的那些字幕以及那些旁白的女主角的话 你们自行脑补就行了吧 我就不破坏你们那个 那个什么呢 那个幻想 好,开始 曾经有这么一个比喻 世界是一台巨大的精密机械 以人为齿轮 以法律为 哦,fuck 这个我不会念 跳过了 由无数的零件对接才得以运行 经过无数时间淬炼 在一次次崩解后 重新构筑 构筑 最终成就现在的社会 越精密复杂的机器 就越显得脆弱不堪 单单一个螺丝松脱就会停摆 仅仅一个环节故障就会崩坏 所以呢 我们必须小心翼翼的步步围影检查 剔除每一个有问题的零件 妈妈现在有事出去一下 晚餐你自己吃吧 喜欢吃什么都可以哦 如果爸爸打电话回来就说 糟糕,我配他英干嘛 男人的笑声 匆匆的脚步声 发动的隐形声 在那一刻听见了 来自机械中 机器还是机械 哦,Fox 一丝不协调的音色 我这个配音还有待考验 好吧 好冷 在意识清楚之前 先感受到了 刺骨寒意 刺骨的寒意吧 与其说 醒来后感到寒冷 不如说是被冰冷的空气冻醒 睁开眼仍是一片黑暗 仅能勉强认出身处在狭小的房间 奇怪的是 自己对眼前的景象一无所知 并非自己的房间 也不像是旅馆 脑袋是树醉般的难受 想站起来 打开电灯 发麻的手脚 却不听手 这里是混杂烟味与霉味的空气让人皱眉 逐渐清洗后才感到不太对劲 发生了什么 心中隐约浮现一抹不安 试着冷静下来整理一下思绪 记得是在补习完后回家的路上 你是 陌生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我张口发出疑问 突呼起来的一脚落在腹部 将我直接踢到墙边 胃里翻腾几乎快要呕了出来 却只能发出一阵干咳 干咳 倒在地上不足 剧烈的疼痛阻碍思绪 恐惧的几乎发不出声音 这个我估计我念不下去就调过了吧 嘿 无数疑问闪过脑海 却在开口前听到冰冷的声音 他看着我挣扎 却没有丝毫动摇 眼里透出单纯的敌意 挣扎的想爬起来 惊觉手脚不是发麻 而是被绳子紧紧的捆住 试着睁开绳索 却牢固的远超乎想象 混蛋 又是一脚落在身上 伤化几乎是脱口而出 他明白现在不能正面冲突 只能咬着牙强迫自己冷静 现在说的每一句话都会影响生命安全 必须先把握现况 他忍不防凑近身子 不明白他要做什么 身体本能地想避开他的触碰 他察觉到我细微的反应 轻勉地哼了一声 当刀刃贴上身体 最后一时抵抗的意识 也烟消云散 现在反抗也再没有什么胜算了 秉析等待他的动作 安静的房间只剩下两个人浅浅的呼吸 刀尖在肌肤移动 拉出一道浅浅的伤口 紧绷的神经特别敏感 就连空气的温度 绳子的粗糙 与刀刃的锋利都格外的明显 清楚地感到血液参出 温热地沿着手臂留下 失序却反常地清洗 绑架 人口贩卖 活摘器官 脑海闪过几个可能 却没法判断究竟是哪一种 无声地点了点头 没法消化庞大的信息 却抓住了一个关键词 赎金 仿佛听见他轻轻于了口气 细细碎碎的脚步声移动到了墙边 没来得及疑惑 七眼的灯光划开房里的黑夜 无法适应突来的亮光亮 好一会儿才勉强睁开眼 映入眼帘的完全是陌生的景色 大约三十平方米的房间 本应该悬挂画作的墙面一片 磅礴 早已看不出原本的颜色 时间拂晓了房里的一切 木桌椅与床满是破败气息 空气中的霉味让这里更像电影里的废墟 房间里的主人站在窗边 嘴角带着一抹嘲讽的笑容 嘴里的挑衅再明显不过 忍着火烧般的疼痛 借着灯光观察他的模样 看上去很年轻 穿着绅色大衣与围镜 火肩肠黑发随性地散在身后 刘海 刘海 刘海残得快遮住眼睛 出乎意料地没戴口罩 也安全帽 也没有闪躲我的视线 全不在乎脸被看到 不同印象中 罪犯的满脸抱起 轻瘦的面容 虽缠着不安 身些人母 却没有一丝罪恶感 直直地望着我 他只顾着地说道 不过我面色苍白的模样 一眼没有解释的打算 那不是对话 而是单纯的宣告 他是谁 这里是哪里 他到底想做什么 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无数疑问在脑中徘徊 张开嘴却发不出声音 最后脱口而出的 却是全部相关的问题 为什么是我 刚射的嗓音 宛若沙子般粗糙 几乎听不到是自己的声音 听不出 少女站在窗边 喃喃附述着我的问题 微弱灯光 映着他轻收的侧脸 凌乱的发湿 染上橙色的光点 像是火焰般的晃动 他垂着头陷入沉湿 过了一会儿才抬起头 嘴角浮出 抹轻笑 理所当然地 为大道 空洞的声音 没有任何起伏 只剩下 充满恶意的余味 余悦 看见我眼里的错愕 他免着唇笑了起来 搬着那嘲讽式的话语 为那起绑架事件 拉开了虚无 好了 这一期大概就到这里结束了 嘿嘿 然后呢 你们如果真的想看下一期的话 就在评论说一句想看就行了嘛 对不对 很easy 很轻松 两个字而已 弹幕的话 估计你们也吐槽不了什么 顶多是吐槽我 那个语文水平不过关 大概十几左右 那我们这一期就到这里结束了 下期见 拜拜